字幕參數目 對 喂 什麼事 轉到女生 OK 換球TV 我們這次就能夠爆HOTOICE 這次是什麼 thrown out of Mark VI 我已經訂了 好像等了很久 對 它上年動漫節第一日單 七月二十多 你好像不是第一日單 不知道要等一又一個月 明年真的要 你知道那些第一天和第二天的單位是差好嗎 差5個月了 這麼久? 1-2個月 我不知道 因為合金,一做1-7 那個銷量應該不錯 所以排火速度也比較好 6個外形是很漂亮的 吃到3個的胸口很漂亮 那我們刷吧 Ball Art就是這樣 都是它一般的演形做Dy-Cast的畫面 有些立體感 有些立體感 創造Dy-Cast 又製造不同的Gray的設計 它有少許網點 加上一些立體的設計 它本身是一個膠的提琴上 對,再加上 它那個膠套也有勾線畫上去 其實這些是很難配合的 不過它做得很好 想不到裡面仍然是法寶膠中 有一層 我先幫你看看 那說一下故事 為何會出這七隻 是嗎?所以有故事 有故事說的 因為其實曾經有一個場合 老闆陳先生說過 可以拍攝一拍攝 可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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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外國朋友買不到 那時候是炒間 所以是炒間 那些高峰點是三字後期 所以陳老闆做的決定 其實完全是合理的 如果速度可以快一點就好了 可能真的太多產品 它也做不貼 所以唯有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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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你想想Mk III 到現在這隻 其實已經是說了兩三 對 所以速度是一大 對 這次Mk VI 還有一個驚喜 就是這個臂臺 這個很帥 它降落在受益者大樓 它一直走一路 幫它脫膠 這個相片大了 之前我在網上看師兄的Post 感覺上很妙視 感覺上大了 當然那個圈 其實是很大的 對 但是這個呢 你做這個前後端子 有些距離 那你都可以扮到那個情景出來 好 那邊手呢 我們 我們排一些片出來 阿嘉 講完這隻 有什麼感受 我原來有深度 有深度 我有樓梯卡 它衝動了很多 但有一樣東西 首先是很重 很重 它很重 它重到 因為之前 傳說中說 WARMACHINE Mk I 2.0 翻出的WARMACHINE Mk I 2.0 是最重的 那段時間來說 是最重的 我想都是它 但這隻近乎 現在都是它 都是它最重 但我覺得有得揮 很厲害 總是要找個綁才知道 對 就是要綁一綁 但它整體來說 粗了很多 而且 它比起舊那隻 舊那隻 舊那隻 整個SLEEM感 多了很多 它就 撞了一些 像有一個人 穿下去的感覺 嗯 而且 現在又換了一個硬底褲 大家不用怕別人 掉色 變色 找什麼醫生幫忙 還有 它那個金色 就是它現在新拍 用回46 那隻金色 但我發覺 原來它的金色 很有趣 它在45 那個金色 是比後期那些 特別閃 近乎電腦的金色 然後它去到 做回46 47 那個金色又落回來 看回Mk VI 都是它後期 沒有那麼閃 那隻金色 看得不錯 然後它整體 又做回 有些 有些舊化 那大家 QC的時候 可以不用那麼耐力 那些 那些 邊位 困的位 那些 戰選 就是當是 加重的 風格 你戰選了 你也不太覺得 其實這樣才好 我覺得玩具應該是這樣 大家不要說 因為要追求 非常光鮮的 那些 那些 這樣不錯 有些舊化 這次我看完 那些拳頭 那些拳頭 阿嘉也說 剛才 剛才 那些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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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情況之下 香港拳頭 其實它還有前後 都多了 整體來說 手腕可定多了 還有一樣東西很棒 以前 一直玩一次七 我有點很驚慌 就是這個手掌 跟了後面 就是前面 那些拳頭 那個圈很麻煩 扭拳頭 它又要跟著扭 之後你玩 就經常覺得很麻煩 現在你看看 每隻手掌都跟這個拳頭 而且它有一個關節 在那裡 你玩起來 是完全沒有感覺 其實現在這個 就算不換手掌 也接近 可以發炮的水平 以前 發炮的水平 你當然沒有這些那麼90度 沒有那麼漂亮 但起碼用可動手指玩 我都能買到更好的屏幕 不過他做這種方法 他以前的波藏得很深 他現在的波藏得很深 有一樣東西就是 小心一點玩的時候 手掌很容易 有機會容易掉 因為波藏在裡面的位置少了 那我也要穿上燈 燈在這個位置 那我就 這個方法 這個手給燈 大家要看說明書 因為原來不看說明書 不知道地台是可以這樣的 可以的,裡面還有東西 還有東西 我看到 找東西撩太水了 撩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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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刀剋的 這些技術東西 找他 這兩個是夾走一些規格 因為他當時那套電影 就是走進去 走進去 又可以拆隔 對 就是兩個妹仔更新 幫他隨身 一邊拆拆拆拆拆 然後就是準備下一套的裝甲 對 其實我經常都很希望 那些電池蓋 不要開了蓋 之後再扭螺絲 這個真的很煩 而且小螺絲很容易畫 因為如果要大一點 會更好 因為如果要扭螺絲 要大一點螺絲批會更好 他這小螺絲批 一會畫 就不能開 如果他沒有小螺絲蓋 其實他在這些蓋上做幾下 頂位頂位頂位 就很快要轉去的事 講到說明書 通常很多朋友不知道 其實製作的說明書都很艱辛 加入的就是這樣 我是負責看人 其實很辛苦 因為你要拍很多照片 就像做書一樣 寫很多文字 配合那些東西 還有那個說明不合理 其實寫得很好的說明書 真的很好 很幫忙 其實是很困難的 寫說明書 你要令別人理解的東西 其實不是一般做得到 很多時候 就好像說故事 你要怎樣很順序 說明書就是有這個功效 而且他的理解 不是說只是 可能是香港人 用香港人的方式 怎麼回答 你總共是所有人 會理解 基本已經是三個月 已經是很厲害 是啊 所以這個其實 不是賺一賺 就是多謝你做這本說明書 因為其實是辛苦的 但這是最遠分量的 通常是拿到之後 開到 其實說明書用的時間很長 所以說明書用的 是 他都操壯感 對 我喜歡 空機 他有一種追到 因為Mk45一直都是 我覺得最最操壯 最最大隻的 但他現在回到Mk6 你感覺上 走出來是很壯的 其實他追到45的質感 所以他上半身的肩膀 連著肩甲和胸口 這個位置很豐豐 而且他以前 他有時候很喜歡做的彈弓肩膀 其實那些不是很煩的 因為他裡面有加個Hustle彈弓 你經常玩的時候很容易 很容易脫 一脫你永遠都裝不回 他會卡住 整巴的肩膀 對 現在他這個 他用回一個箱 再加多一個Ball Joy 來比這個肩膀 其實你怎樣玩都可以 而且他最好是 你拍起來的時候 他配合到肩膀 因為那個Hustle彈弓 經常來的 WC25來的 很厲害 46改了 其實這隻更好玩 好 那我就快一快試一些 我同情線 基本上 頭有一個虛位 你就可以向上 飛行 都可以做到 而肩膀 剛才這個說了 這個 不是用的 彈弓 就是這樣 這個好 然後手可以 推出推入 這裏 可以再 咬前 它補回了 那裏 你就可以做一些 夾胸 或者雙手向前的工作 這裏 360度 這樣 上兩下都可以 腰 腰有兩折的 可以拉出來 拉完 拉完之後 這裏可以 鋪得很前 可以這樣 可以 沒有記錯 它上面 是上下坡 就是你可以 水平硬推它 然後給它更多 空間 它扭 你做了油 都可以 有一定的動作 好 大腿 這個現在 就全部 不用面膠 現在 現在 用了 硬 開了兩個 關節 這裏可以噴下來 很實 很實 可以動高 手 看不到 不是你的手 不是你的手 是他的手 是Ironman的手 可以噴下來 加多可動度 它大腿 沒有拉較 沒有 好像沒有 不會再有脆色的感情 對 對 是他的感情 對 對 現在好像不流行 再用這個 底褲 有一個按鈕 其實挺難看的 對 現在 他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爆它們 對 對 膝蓋 膝蓋 我幫人游底褲 就不要做了 少了一份 我游底褲 兩塊水 我也想做 你幫我游一間 好嗎 我只是想做 肩膝蓋 有這個機關 這支飛彈 但這個洞是這樣的 開了之後就是這麼厲害 開了之後就是這樣 背部也有一點厲害 但 比較有信息的 就是 比以前來說 他有時候 他以前說 有塊色黑片 很漂亮 先放下來 放下來 放下來 那時候是經驗 哇 這麼厲害 看到這個床 好 有一個大腿位 在這裡也可能 可以拍一下背部 因為背多分 對 背多分 通常 比較喜歡 武器的玩法 就是所有武器 全部都散開出來 他這次有磁石 這個磁石 放下來 看看 那塊鴿可以拆嗎 先看看 這塊鴿可以拆掉 可以拆掉 這樣 這樣 好 以前這個是在肩膀上 硬推出來 這樣方便 其實我很喜歡 舊的機關 但始終 其實你的公司規模 這麼大 你這麼多機關的東西 很容易有些維修問題 所以他就自己開始避 就是說 是不是沒有那麼好 確實你 感覺上誠意沒有那麼好 但是 那樣東西玩起來 沒有而難 雜實一點 手可以分四邊 除了這邊 除了這邊 那你除了之後 發現 原來裡面有藍燈 這次 這就跟以前的一樣 可能是因為 那些 用武器的裝甲 就偷了一些光 但是呢 左右我們要看看 哪個打 它有封的嗎 有這麼多個R 不是 L 它有沒有次序的 沒有 即是有沒有說 我哪一塊入先 哪一塊 應該是左右 這個對的 經常都很喜歡做這些 全版發射的 對 很厲害 在家裡擺姿勢 你真是 逼著擺這些 差得見 噢 燈真的好含蓄 含蓄才見的 不是 你拍照要遷一遷 因為它那個燈 都比較弱 因為它只是靠 好像三顆 那些 AG0的小的電推 其實它這陣子 它稍微暗了一點 嗯 那我就換上 射Laser 那隻手 嗯 不是 射Laser 射Laser 即是那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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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只用一次 這招 一用完就沒有碰 是嗎 射一射 拳頭左右交換 沒有啊 對 對 對 還有一個 我們經常都笑的高達健 兩個熟手難攻 對 我們應該要向前 還是要 小心 刀 那一幕有轉圈 那一幕 對 但其實我經常都想 那一幕 它不用用兩隻手 一隻手轉圈 對 剩下那隻手 就用來打給他 對 這樣就沒有戲做了 對 一咬湯死了 已經完成了 好 這樣就 所有東西都出來了 對 要不要玩 可以玩 沒有 沒有 你會放一箭選擇嗎 你 會嗎 雙口 面罩都可以換 不過 面罩應該是要 對 對 可以這樣換 可以嗎 我們拍了頭雕 沒有 還會一樣 沒有 我們給你拍頭雕 好 不過 那個胸口的內扣 感覺上 比舊那款 還有 46 46 45 46 47 很漂亮 特別是那個上色 但你 會不會拍一拍 這個就 其實那個胸口 等一下 這個 胸口的上色 就比其他東西 失色很多 甚至乎 手臂的銀色 也很漂亮 但胸口的銀色 是那些灰銀 整個看上去就是 有另一種東西 好 現在正在拍攝 胸口 很厲害 所有東西都攤出來 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玩玩玩具 就是要這樣 最有型的姿勢 所有東西都上去 但為何現在的空格 不做磁石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做磁石 我不知道 但如果可以就更加好 其實他有段時間 經常都用磁石 例如做Rman 3 MAR42 手臂的全都是磁石 其實那時候是很好玩的 好 我先轉一下 其實有三個頭 那個是特別版的 這個頭 這個頭 以前好像都曾經 是否出現 那個MAR9 還有PEPPER套 那個 這個就是透光 放在這裡 透光少少 在旁邊偷藍光 是 這個應該是之前已經出過的 不過就是新上色版本 就是金色改了 紅色改了 用不到在頭上的一個裝飾品 獨立的 獨立的 接著就是這個TONY的頭雕 怎樣看呢 這個TONY的頭雕 嘩 等一下 好像新 好像新 我就回到頭髮來看 這個頭髮比較有趣 對 因為它是之前好像遮蓋了 遮蓋了 對 這次它的細節 就 要瞇一瞇 它是在盔甲扎著頭髮 放在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到時候有些師兄看一看 嘩 預備 對 它是做了頭髮的部分 對 其實整件事都很值回票價 就是那個重手感 想吃 或者是 整個Volium 都很有份量 那個 那一個 它現在是2,000多 正式 2,30 還是 我現在才在 2,000還是2,300 但是連一些舊東西 燈 看到那些手 全部都寫出來 其實舊款也有這些 不過舊款就是 舊款很多東西都是機關 就是 肩膀是機關 但是肩膀沒有上面這個飛彈 然後 手腕這個 以前是要強行拿一支 鉗仔推出來 在中間放出來 那個很神 然後 大腿這兩個東西 現在這個板好像沒得移出來 有沒有拉出來 以前那個是有個彈弓 推下去再扭 現在這個 就割一千抽 不過這個就買個 分量不是 它可動 它可動得很厲害 它那個手臂 你看 它的手臂 這樣 沒有褪色的內褲問題 是啊 那個就是 很緊張的 硬傷 那就是這個 只用一次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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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是 少少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那個肩膀的那顆球很小 變成你的肩甲 一省來移開少少 裡面就好像全部中空了 嗯 另一件事就是 它的腳腕 也不是很有改進的 腳腕 它用兩個單軸來做 它有時候會鬆 鬆了你又不能 平時我們的肩膀 有時候拋了它 放進去 一巴掌 很緊的 但它這個就不能這樣救 變成 腳腕 我是很擔心它 它這顆金屋 這樣就 再試一下 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地台 忘記了 有燈的 有燈嗎 有燈嗎 對 有燈嗎 有燈嗎 對 有燈嗎 有燈嗎 是燈嗎 你會隨意移動 你不喜歡的話 放進去 就蓋上來 就是傳統的地台 我突然想到這個地台 其實不應該比1比6 你拿去跟Bandai玩 是不一定的 這地台是1比12 1比12 玩是超美的 可以 可以 1比12要這麼高的 可能要再細一點 可能要買鞋記3.75吋 3.75吋 3.75吋 每個尺寸 對 現在可以 夾7甲 其實很便宜 3.75吋 它的支架是扭得飛的 還是硬身的 這次是硬身的 就不能扭 嘩 頭丟的細緻 都是 都是那句 我想全行來講 都差不多 大家知道一定是top 但拋離其他對手公司 有多少呢 我都覺得就是 大家還要努力 這件事真的要 是要宅宅客桌 我一頭丟就是 我不是說一個半個 是說它一直這麼多出品 一直保持著每一款 都有這個質量 其實就是 我想它的往後功臣 真的要記得功 其實它有件事很厲害 就是你那些頭 鑄舞 就算你鑄皮膚 其實那個深淺很難留 是啊 它現在很成熟 就是那些皮膚紋 那些 它真的做到很成熟 不單是浮雕做了功夫 上色那裡 也 就是 有一段時間 有時候都高高低低 我想幾年前 我想五年前 差不多 質量都高高低低 有時候各種款式都會差一點 那現在近期看幾次 都說沒有什麼 對 對 這些 尤其是做得這麼快 可以 對 其實是厲害的 那 可能一會 我們又會做多一款 做多一款 做多一款 愛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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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它的戰損的面甲 已經是 早期的I-Man 是沒有 那時候我記得Hot Toys 經常被人說 舊化戰損 做得很輕描淡 不敢很大 都會做 現在它已經跳過這些框框 你看這個面具的戰損 其實基本上 和我印象中的還原 戲裡面的戰損 其實都很接近 以前它輕描淡寫到 你買回來 你以為不想刮花 對 對 因為它真的很少很少 真的有這樣問過 你會覺得 糟糕 刮花 對 然後我看回Kunto 也有的 你才會安心 這是戰損力的 講歌又有點尷尬 聽歌都覺得很容易 因為它很微妙 它介乎一個刺 真的刮花了 對 它有那麼多 現在它做得好 我都做得好 頭部的沒有一定 這個可能 我理解陳老闆 他一直做十月串 所以它都很專注於頭部的部分 它永遠是 一直追求到再高境界 這個是很厲害的 而且它比起舊的Mk VI 它有一件事好 舊Mk VI 有很多件可以換戰穿 但是它的主體 就是因為 剛才說的 它很乾淨 而那些戰穿很保守 所以你一換那些件 就整隻很凸 突然有些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光線比較深厚 對 你會覺得很不順眼 但是現在這個 它雖然只是換兩件 但是 你會覺得 它整體來說 是這樣的 OK 其實之前 剛才說 深厚的內袖差一點 但是 反而我覺得背脊 這次這個內袖有什麼 之前也沒有 我沒有印象 以前舊的背脊 那塊很容易爛 因為蝕刻片很容易爛 對 再拿一次看 所以那時候不敢經常開 而且它舊的是吸收 是經常被蝕刻片頂起的吸收 所以它取消是有它的道理 而且背脊的確實是很漂亮 對 那就是我確定了可以爆地了 好 握一下底褲位做得不錯 是啊 好 這個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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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先 就這樣先 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 阿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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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